新北市雙核醫院在上星期疑似爆發 院內感染 總共有九人確診 在全院普篩之後 又新增兩名工作人員確診 分別是一名行政人員和傳送人員 不過院方初步研判為 個別的獨立社區感染事件 而與民眾接觸頻繁的金融業 目前也已經有三十五家公司 九十二名的員工染疫 金融工會說 現在還是有主管 要求員工親自拜訪客戶 對防疫事洋風 因為不顧員工的安危 新北市雙核醫院 日前出現病人篩檢 因轉陽 疑似間接傳染 周邊的病友與醫護人員 這個月十號當天發現 共四名病人 三位陪病家屬 以及兩位護理師 共九人確診 引發院內感染疑慮 院方當天進行大規模 虎塞 十四號上午報告出爐 一共採檢三千九百一十七人 在醫院出兩人確診 一名行政人員 與一名傳送人員 不過院方表示初步研判為 個別獨立社區感染事件 而且並未接觸病人 不影響院內的醫療業務 十五號上午起 恢復正常住院服務 那是屬於這個獨立的社區感染的事件 那目前我們還是規定 醫院在新入院的病人 是一律要採檢 那洗腎中心每週一次 金融業也持續傳出確診個案 三商美邦仁壽發聲明稿證實 台北市分公司兩名外勤人員 分別在六月十一號十二號確診 強調大樓辦公場域已全面消毒 並要求在五月底前 曾經辦公室人員一律快篩 並進行十四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根據金管會統計 全國金融重驗人員感染新冠肺炎 一共三十五家金融業 共九十二名員工確診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說 至今仍有主管要求員工 親自拜訪客戶 批評資方陽奉陰違 眼裡只有業績不顧防疫 更不顧員工的安危 他公開他一定是要求 不可以這樣 陽奉陰違 還是以業績為考量 還在做客房 還在做這種對報 金管會保險局表示 因應防疫需求 近期已開放遠距投保 讓業務員線上作業少接觸 不過資方仍執意親訪親簽 只要情節屬實 將予以重罰 內控制度去控管 不能說一定要要求見面 違反內控來處分 六十萬起跳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表示 紓困四點零方案 十五號正式開放申請及領取 雖然可線上申辦 但也開放零貴業務 呼籲各分行要做好總量管制 降低群聚風險 記者黃瀉莊智成新北市報導 鼓動